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探索黄带认证知识体系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认证六希格马和质量中的创造力 以及利用头脑风暴法制创造力激发工具来集思广益 在六希格马场景中 黑带、黑带大师和绿带以广为人知 相对而言,黄带则是一个新生事物 我们知道,黄带是六希格马团队中的入门级职务 可是一名黄带成员需要了解哪些认证知识体系呢? 我们先从基本层面开始 包括六希格马与精益、基础与原理 六希格马的角色与职责、团队基本要素 以及所使用的质量工具和指标 对于黄带来说 一个最基本的工具就是我们以前在ASQ-TV中强调过的The Make 这种知识体系有助于识别黄带在每个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定义 测量 分析 改进和控制 黄带应在六希格马团队中发挥主要作用 如果您是六希格马新人 您可以考虑成为一名黄带 如果您正在组建新的六希格马团队 您可以考虑利用黄带的能力来完成这个项目 有关黄带与认证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下方链接 如果您已经具备黄带的技能 为什么还要进行认证呢? 黑代Vincent Miller向我们分享了他的部分经历 在我真正开始准备学习六希格马之前 我没有意识到我会对分析法如此着迷 我非常喜欢这种过程 因为它非常严谨 并且必须准备项目 它使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工具 使我有机会经受这些工具的考验 经过认证之后 您就具备了经过认证的技能体系 您可以使用这些技能帮助您的雇主和客户 那么认证是不是对Miller的职业生涯 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 是的,的确是这样 我当时在家呼叫中心工作 当时我觉得除了财务部门之外 这个公司没有哪个领域需要分析如此多的数据 或可以利用这种分析的结果 没有哪个领域需要运用黄代或黑代 或在六希格马中通常使用的各种工具 认证有助于您打开职业之门 并发现您所未知的世界 您是否希望学习认证考试的诀窍和技巧 请搜索ASQTV视频库了解更多内容 长期以来 人们对六希格马有一种成见 认为它缺乏原创性 这种争论已持续多年 但是,无论您持何种观点 大家都一致认为 质量需要有创作灵感的人士 对于黑代Sala Castle而言 将创造力持续不断地应用于质量至关重要 创造力在质量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我认为作为质量专业人员 我们接受的培训是学会跳出固有思维 发挥想象力 并提出各种有助于通往潜在可行解决方案的为什么问题 然后开始跳出原有思维定式找出可行解决方案 这也许必须包括提出创造性问题或期待创造性答案 Casso建议 营造能够激发创造性思维并解决问题的团队环境 将一群人召集在一起获取集体智慧之后 您的确可以收获许多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答案 同时,我们被灌输的质量教育 是不嘲笑任何类型的答案 如果它属于出格的答案 或者看上去有点疯狂的答案 我们会在讨论中记录这种答案 随后再次研究或考虑它 请访问ASQ知识中心 了解有关质量中创造性思维的更多信息 我们将在4月期的ASQTV中继续探讨创造力 最疯狂的创意和双逆转 不,它们不是纸牌游戏 而是每一位质量从业人员 必须认识并理解的一种创造力工具的各种变体 头脑风暴法 在质量工具相议书中 NASITEC认为 头脑风暴是这样一种方法 在您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参与的情况下 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激发大量的创造性想法 为了有效实施质量风暴法 您需要使用挂图、记号笔、胶带和墙壁上的空白空间 请务必回顾头脑风暴法的实施规则 使您的团队了解 笑声和叹息都属于批评 即使这是个好主意之类的肯定意见 也会影响这种过程 审核要讨论的主题或问题 通常 为什么、如何或什么类型的问题最佳 确保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头脑风暴的主题 让每个人都沉默一两分钟 以便思考问题 提醒您的团队 你们正在寻找尽可能多的想法 越疯狂越好 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 理想情况下 有主持人之外的其他人员记录大家的建议 持续鼓励并记录想法 直到经过几分钟沉默之后 不再有人提出想法为止 到达流程的这个阶段时 将各挂图张贴在房间四周 展示所有想法 结束时 您应该会收获足够多的想法 经过考虑后 就会形成最终的创意 有关头脑风暴法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ASQ知识中心 感谢您观看ASQTV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风险管理 并向大家展示独家介绍2015年 ISO9001内容的新视频频道 敬请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